时代在进步观念也要跟着改变 虽然现代社会强调男女平等 女性在各个领域也都有相当杰出的表现 不过放眼国际还是不时有歧视、家暴、厨迹等 伤害女性的事件发生 为此高雄市社会局和文化局首度跨局处合作 从3月开始推出一系列女性相关特展 有影像讲座活动相当丰富 邀请大家一起参与 女人能做什么 除了你所熟悉的母亲、妻子角色 对于女性您认识多少 为了扩大民众对女性权益与性别平权的了解 高雄市社会局与文化局首次跨局处合作 举办一系列的妇女节活动 全世界现在女权的一个发展的情形 很多人会误以为 台湾或是说世界上已经没有 女性是弱势这样子这个议题 其实你要是看了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影片 还有我们相关的这些 系列一个舒展 精心的这些整理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这一路走来是无比的艰辛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其实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关注跟努力 此外 社会局长姚宇静表示 经过市府长期生根女性与性别平等政策 根据统计 高雄市就有47%的女性担任领导阶级 而身为男性的文化局长引力 更期盼透过系列活动 消除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设置的框架繁离 女性的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 在社会里面 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担任那一个 在厨房里面的一个妈妈的角色 或是说在一个工作场合里面 她可能是个助理 或是一个比较夫着的一个角色 我想这个东西从很多的面向来看 已经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这个刻板印象事实上还是存在的 我想透过社会局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只是希望说可以去唤起 更多我们互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2017精心策划的妇女节活动 以女人女能为名 将透过影展影像论坛主题及书展 等五大系列活动 来表彰女性在文化政治社会运动 医疗环保食安等各个层面的付出与贡献 展览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欢迎市民朋友 踊跃前往市立图书馆及妇女馆参与 更多活动详情都可以上到高雄妇女节网站查询 港都新闻李嘉隆罗绍军采访报导 一种任教 특별 量最大 JK 谢谢观看